这是英国禁报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关注的是 英国的警察在执法的时间 他们跑到游乐场去做木马 伦敦有几位警察最近有点闲 上个月28号晚上竟然在例行巡逻的时间 去儿童游乐场玩木马 不说人不知 这些警察竟然还在推特上面晒出了照片 这照片一晒出来就引起了网友的愤怒 并且称这些木马是给五岁以下的孩子玩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你看这些警察是体重挺重的 暂且不说你应该在执法的时间执法 你这么胖你坐下去 这弹簧以后还能再弹起来吗 这个警方的发言人就表示 发布照片的推特账户是真实的 目前已经介入调查了